焚啸飞夷 稀仇 丝丝丝 其实应该写作这个字 行醋 山西人吃饭离不开醋 醋根据它的原料和制作工艺 其实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醋非常特别 它在焚羊啸义一带被叫做稀仇 或者叫丝丝 因为山西老陈醋的一些大厂 已经很少使用这种工艺了 所以面临着几乎要失传的危险 不过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 这种醋的制作工艺在焚啸一带 开始有了复兴 不过遗憾的是 虽然非以保护起来了 但是字却没有写对 这个稀仇或者丝丝丝 被大多数人写作这个米字旁 过来一个稀的这个稀 还有一部分人写作这个油字旁的这个稀 其实都是不对的 为了考察这个稀仇 丝丝的这个稀丝 到底是什么字啊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醋叫稀丝 这是因为这种醋的制作工艺 在发酵之前 首先要经过一个效益化叫割稀 分样化叫割丝的过程 那具体这个割稀割丝是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把大麦芽和一些其他的谷物 拌在一起 然后进行熬煮 进行糖化 然后逐渐变成一种非常粘稠的 棕荷色的物体 这个熬煮成的东西 焚酵方言就叫锡或者丝 其实呢 这个东西就是麦芽糖浆 那这个锡或者丝呀 其实它用途非常广泛 广为人知的一个用途 就是用来制作糖品 它可以被制成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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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拱 这种以前小孩特别喜欢的一种甜品 经过一些拉扯柔拽的加工啊 它也可以变成丝管 也就是我们蜡月23 送灶王爷上天的那个糖瓜瓜 当然了 还可以做成妈托 菇馅托 这是它的第一种用途 第二种用途呢 把这个锡或者丝 继续把它熬干烤干 这个过程叫凹丝 可以用来做酱 那第三种用途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做醋 那由这种麦芽糖浆 所做出来的醋 就叫做锡丝或者丝丝 那我们现在就来揭秘 这个锡丝到底怎么写 其实就是这个字 在字典上普通话念行 它从古至今就是指用麦芽或者古芽熬成的这种夷堂 麦芽堂的意思 你看不管是古代的这个李时珍还是康熙字典上 这个字都是指的麦芽堂 那这个字普通话念行 那为什么效益化和焚洋化是念西思呢 其实这个现象我们在之前好几期视频里面都讲到过 它是我们禁语方言核心区继承了唐五代宋朝西北方音的一种特色 也就是鼻音韵北嗯的脱落 那说的简单一点呢 其实就是普通话音恩昂韵母的字 在唐五代西北方音 还有现代禁语的核心区方言的白读音里 是读没有鼻音韵北的开音节 这种现象大量保存在地名的名称里面 我们比如说效益化里面有 反洋化里面有 当然不仅仅是地名用词 平时我们用的一些日常用语 也大量存在的这种现象 你比如说下面这些词 效益化和粉洋化分别是读 这种现象大量存在在 吕梁静中陕西沿黄河一带 临焚运城等近南地区 那具体到这个字 普通话念行 效益化和粉洋化念 西思 其实就是体现了这个特点 我们看这个行这个字 它在古代就有非常多的记录 你看在本草纲目里面 它就是指麦芽糖的意思 那具体上我们这个行醋 也就是稀抽丝抽 古代也早已有记载 你看在本草纲目里面 就是行醋这种醋的记载 在明代的竹语山房杂簿里面 有行糖醋也是说的行醋 在古今图书集成石货典里面 明确地写了这个行醋的制法 那当然不光是古代 在我们现在一些 比较注重考究的方言著作里面 也会看到这个行醋的正确写法 你比如说在新洲方言大词典里面 除了这个行淡子 行糖 行棍子以外 还有这个行醋 说的就是用行酿酮的一种醋 你看在新洲方言里面 这个行也是念锡 然后在这个太原方言词典里面 因为它记录的是太原城区 被官话影响以后的太原话 所以这个行就是读了心 那就心呱呱 心哒 这些词 那这个米字旁的锡 和这个油字旁的锡 它们为什么不对呢 很明显 这个米字旁的锡 如果你查字典就知道 它是碎米粒的意思 它跟这个麦芽糖毫无关系 然后至于这个油字旁的锡 我们都知道它就是醋的意思 它并不是指麦芽糖 如果我们叫这个锡醋 那就是醋醋 并没有体现这个醋 是用麦芽糖来酿造的 另外虽然笑语话 用声调无法区分 但是用粉样化 其实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粉样化里面 这个行醋 它的读音是这个死仇 而如果写这个米字旁的锡 或者油字旁的锡 粉样化念出来是死仇 它和死仇是不一样的 从这方面也可以印证 这个米字旁的锡 和油字旁的锡 肯定是不对的 好了 说到这儿 相信大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喜仇死仇 应该是写成这个行醋才对 而米字旁的锡 和油字旁的锡 其实都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 我们还知道了 这个斯优 斯托子 斯公公 斯管 偶斯的正确写法 我们非常希望 有关部门在记录考察 认定非仪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字给写对 当然我们也同时呼吁 非仪传承人和商家 也能够在传承这种记忆的同时 把这种粗的正确写法 也传承下来 当然有人会疑惑 那如果我们写这个字 好多人不认识 不会读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在这个字旁边 注上音就可以了 其实那个油字旁的锡 很多人也不认识 也是需要注音的 当我们知道了 这个西筹 斯筹的正确写法 并且敢于把它写在商品上 写在书上 我想这是我们地方文化传承 地方文化自信 必不可少的一步 关注我了解 更多禁语方言的奥秘